其實可以搜尋一下有關那個比如說WebDeveloper 2010他現在有最新的2012的版本Express版本 那我在我的部落格這邊剛剛多的一個叫就是下載連結 你就直接把這個連結點下去 就會 跳到這個畫面這邊的話就會有那個 相關的最新的2012的Express跟2010的Express 那點進來之後我們就下載2012 2010的就好了2012我想將來有機會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比較看看 那其中的話請各位下載這一個就是 Visual WebDeveloper 2010的這一個這個連結那這個連結的話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好幾個版本 那各位可以選的這個立即下載 立即下載 那再把它安裝到你電腦 不過我印象中他是一個那個 下載 是Express版本 安裝一個東西 那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在看一下好了我記得之前是可以有一個 直接download的版本 直接download的版本 這個我在 這個各位在看一下好了 如果你們回家要把那個軟體安裝的話可以到部落格上面看一下這個連結 OK稍微找一下 再確定 因為他這個 下載的方式是不是要再裝一個軟體才能比較方便download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想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Visual 這個這個WebDevelop 他的操作方式 首先的話呢 我們建立第一個 我們的網站 特別需要新增一個網站 那我要建立一個新的網站這邊呢 請各位點一下新網站 那新網站 特別注意接下來的話 這邊有 幾個選項 第一個的話呢 有一個叫Visual Basic 一個是 C sharp 那因為我們這課程 是以C sharp為主 所以請各位選擇這一個 然後呢 再 預設就是這一個 接下來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你要把你的網站放哪裡的地方 特別注意 如果今天 你沒有帶學生碟的話 請各位預先先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這邊呢 請各位把這個地方 放在你的桌面上 比如桌面 那後面呢 再增加一個路徑好了 比如說的話呢 我們 今天的話就是 先建立一個 第一個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建立一個 這個 比如CH 我用CH01好了 就是當 第一章的這個資料夾 名稱好了 那他自動 因為現在桌面上沒有這個目錄 你是後面加上這個名稱 按開啟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增加這個資料夾 我們選擇4好了 第1章CH01按4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 就特別注意喔 你們在 建新網站 這個一定要選 這個是預設的 再來底下這個地方 請你一定要選 那 Web 的位置 用檔案系統就好了 其他不要動 按確定 他就會在我們桌面上 幫我們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並且把我們的網站放在這個資料夾 其實 一個網站就是一個資料夾 OK 按一個確定 那在桌面上呢 就會幫我們產生一個 CH01的一個 資料夾 OK 那建立好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去 再做其他的設計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畫面上面 他自動呢 會幫我們開啟什麼呢 開啟這個預設的網 網頁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這個網站裡面 他會預設幫你增加這麼多東西 實際上這麼這些東西呢 有些基本上還不見得用得到 比如說account就是 專門針對那個登錄控制項 他已經預設幫你 放進來 不過呢 不見得用得到 你暫時不要去理會他 還有這個 App data 這個是放資料庫的 諸如此類 script 這個javascript 然後style 他的 一些樣式 那預設他會幫我們開的是哪一個網頁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叫default.asp x 那你會發現他的副檔名是 asp x 這個是 副檔名 這個這個我想 asp的話是前一代 x就是象徵是Darnet的這個副檔名 那特別注意 我們接下來請各位他預設是開啟的是 底下的標籤是原始 那請各位把這邊把它改為設計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個什麼樣的設計 你把它點過來設計之後 ok 他就會載入什麼 主板 那你會發現說呢 這個地方呢 設計起來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在那個 這個 2010 的這個版本裡面 他所謂的主板就說呢 其實你設計的只有這個框框裡面 外面的部分呢 是屬於那個 他的 主板面 也就是有點像樣板 他跟那個 PowerPoint有點類似 就是說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母片 就是你的版型 外面的部分呢 就是 統一的界面 也就是所有的 網頁呢 他通通都會涵蓋外面的部分 只有裡面這個地方呢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修改 修改裡面的內容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請你把這幾個這些字 先把它Delete掉 那我們在這地方 比如說呢 我今天做一個簡單的練習好了 像在這裡的話呢 我就在這邊 輸入 比如說 姓名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在這邊讓使用者填入姓名 那特別注意 我要怎麼讓他填入 特別說這邊不是工具箱 請你把這個工具箱移上去 他就跳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什麼呢 叫做Text Box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Text Box 那這個Text Box 你把它拖拉到 這個 姓名後方 不過有的時候有些同學會覺得 這工具箱 這個跑來跑去 感覺 不是那麼的好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邊不是這個圖釘 請你把它怎麼樣呢 圖釘點下去 他就固定在這個地方 我比較習慣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圖釘再把它點 點掉的話 你會發現他隱藏在這裡了 你把圖釘點下去 那請各位直接在這個地方 把Text Box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的話呢 後面請你再加上一個Button Button的話就是按一下他之後的話 可以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這個Button 那按下Button之後我希望呢 可以在底下顯示什麼 顯示 比如說您輸入的 比如說呢 你填了什麼名字 然後呢 顯示出來 那顯示出來的話 基本上不需要修改 他只是要顯示在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在底下 再加個label 把label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設計一個什麼呢 當我輸入姓名之後 按下Button 可以把這個姓名呢 把它 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想第一個請各位 先開啟個新的專案 然後呢 再到這個 ASP 這個 Default.aspx 記得 是切換到哪裡呢 切換到設計這個地方 然後把中間這一塊裡面東西 加入什麼呢 工具箱 那請你把圖釘點進來 OK 姓名 一個textbox 一個button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界面的部分 如何做修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後 cul 真的嗎 是 expres